高华他自己就是被捆住了的人,他叙述的世界本身是不是那个因果关系,那是命运,他叙述的整个视野都是把中共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,从中共内部发展的这个角落来考虑的,好像中共是一个独立的尸体,在外面的世界没有发生变化一样。 这说明什么意思?你看完这个书,第一个感觉就是,他一定是党内的人,而且根本就不习惯于在体制外生活,视野里面可能就像胡锦涛他们那种人,根本就看不见了体制外还有空间存在。这种人是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因果关系判断的。 因为还是你用交友图思考一下,中共在当时处在那种附庸于人的地位上,它的命运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,而是它在这个险恶的生态环境中跟其他人一样的博弈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主要不是看你自己干什么,而是你怎样恰当地投机,恰当地处理各种关系。而毛我们要实质求主的承认,他在这方面是有天才的,至少他比王明和蒋介石在这方面就要狡猾一点。 你注意到没有,他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孤立的作用者。在他的手里面,除了共产党以外,除了共产势力以外,好像当时不存在其他的东西,不存在国际形势整个变化。 这样做,你根本没法理解共产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斗争。其实你只要把退后有把背景放在,你马上就可以看出来。 这个斗争的背景是什么?是斯大林本人改变的计划。斯大林本人是一会儿左心一会儿右心,他左心的时候就把有点像右心那被干部打扰,像有点像右心那又把左心的干部打扰。 他一打不要紧,中国共产党必须得跟着他屁股后面走,于是也就相应地往左边打的右,往右边打的走。 但是他基本上倒来倒去的动力是什么?一部分是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,因为他一会儿打左边的托洛斯,一会儿打右边的不可能,而是属于投机主义的方向。 另一方面是属于欧洲的国际形势,它到底是团结社会民主党还是打击社会民主党,这是个重要问题。 团结社会民主党搞一个左派大联盟,去共同打击法西斯力和右派斯力,这是一种可能性。 另一种可能性是,为了争夺左派这个小圈里面堵穿,集中力量打社会民主党。 这两种策略他都采取过,而且是周期性地改变的。 他这样一改变,因为欧洲是他的最看重的地方,亚洲级别就算低了一点吧,亚洲只有这被动就让他高。 因此即使亚洲的政治形势发展的周期跟欧洲不一样,也是被派得更好。 比如说,希特勒一上台,突然就变成团结社会民主党了,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很莫名其妙地,刚刚噼里啪啦地把右派给打倒了,又莫名其妙地要打左派,要团结国民党。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,斯大林觉得国民党有点像社会民主党,似乎是面临着更可怕的张若霖或者日本人的那些可以团结,而中国共产党很可怜兮兮地,用放大劲和险命力找来找去,实在找不出这个弯的当中就是,有哪一个派系愿意跟他团结? 其实几年前可以团结的机会他错过了,现在本来没有可以团结的预想的时候,因为斯大林是这么说的,他们还非得去找这个可以团结的。 这些逻辑,你想想,这些逻辑的动力源在哪里?它不在中国共产党内,甚至不在亚洲境内,你把中国共产党当整个世界来看待的话,这些东西就完全盲为无知,光看到谁整谁,就没有看到这些运动的动力在哪里。